女排国家联赛正式结束,中国女排还有哪些比赛任务? 历时近两个月的女排国家联赛以美国队夺得冠军而落下帷幕。 至在为世锦赛练兵和锻炼队伍的中国女排分战赛7胜8负总决赛2胜2负,最终获得第三名的成绩完成了本年度的国家联赛。 女排国家联赛中中国女排在比赛中也暴露出基本功不扎实,一传不到位,球员配合缺乏默契,等问题,中国女排还需要更多的比赛以赛锻炼为9月底的世锦赛做准备。 小编就带大家一起谈点一下,世锦赛前中国女排还有哪些比赛。 亚运会。比赛地点,印尼亚加达。比赛时间,8月18至9月1日。 世锦赛上中国女排主要的对手是欧美等强队,亚洲球队中,日本、韩国、泰国都是短平快的球队,对世锦赛的热身并没有太大的帮助,按照惯例,中国女排将排出二队来参赛。 所以中国女排的主力或许不会参加亚运会的比赛。瑞士精英赛。 比赛地点,瑞士蒙特勒。比赛时间,9月4日至9月9日。 由于和女排国家联赛的时间冲突,瑞士赛由66月调整到9月举办,中国、巴西、意大利、荷兰、加拿大和东道主瑞士队6个国家参赛。 其中,巴西、意大利、荷兰将会是世锦赛上的主要对手。 大赛前中国女排会派上主力和对手交手摸底。 亚洲杯。举办地点,泰国。比赛时间,9月16至9月23日。 亚洲范围内举办的比赛,中国女排主力参加的少,而且和后面即将举办的世锦赛时间太接近,出战的依旧会是二队或者用23的队伍来锻炼球员。 9月29日女排世锦赛将在日本拉开战幕,中国女排将再次向世锦赛冠军发起冲击。 。